我心心念念就是 我要罷免他 落跑市長 新北市長 簽下罷免侯友宜的連數書 民眾好像完成大任務超興奮 儘管現場不時下其雨 但在台北市大同區的快閃連數站 剛開張就有不少人來簽署 參選總統落跑只是惹怒大家的 最後一根稻草而已 我們其實是像恩恩案 歌喉案 還有多起的槍擊案 雷叔叔收回來大約是一萬左右 上禮拜板橋區的民眾非常的熱情 而且板橋是新省 新北市政府的他的本區 超乎我們的想像是 上禮拜第一場戲是非常多人的 志工連兩場無常來幫忙 事實上連數不到一周 已經收到上萬份連數書 目標三萬四千份 霸侯團體預估要收四萬份叫保險 也做出填寫範例圖文影片 以免珍貴的連數書被推薦 但想要罷免侯友宜 除了兩階段連數門檻之位 最後一關投票的同一票數 還需達到原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大約84萬票才能罷免成功 難度不少 但也有人很有信心 這個比韓國瑜當市長的時候還誇張 韓國瑜他跑去選總 選舉他也沒有說 裡面發生那麼多社會案件 找其他工作 然後其他工作又沒有找到 再回來繼續上班 領薪水 這個不是蠻奇怪的嗎 如果你是雇主 你會用這樣的人嗎 我們就是要很多人連數啊 所以到處找朋友啊 現場不乏從新北三重淡水等地來的市民 還有人一口氣拿了十幾張 要回去給親朋好友簽 不過大選結束的隔天 侯友宜就開始新北走透透 希望勤跑市政真能找回市民的信任 明星選人楊玉琴方舟懷SNG小組 看不到